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型SUV方便实用 国产自主 销量攀升 稍后为您斗趣测评一气奔腾X40 以上内容将在今天的呼叫汽车人节目当中完整呈现 五六月份 输业绿了 花也开了 小伙伴们在家里也都待不住了 在这个适合旅行的季节 那咱们今天就说说旅行车 那么问题也来了 所谓旅行车跟普通的两箱轿车 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这两箱车是没有尾巴 而旅行车不仅有 而且这车尾巴还增高了 增到了这个车顶一样的高度 所以呢 看起来像是两箱车 但实际上人家不仅是三箱 而且后备箱空间要比普通的轿车空间还要大 那今天呢 咱们的呼叫汽车人 给小伙伴们带来这个车 也很不简单 它就是奔驰旗下C200旅行车的 208年的新款 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讲的车型 听起来可能会感觉有一些美味 旅行车爱好者嘴边长挂的一个词 就是瓦罐 那这个瓦罐词揪和而来呢 就是因为它的旅行车的英文发音 瓦罐跟瓦罐有一点像 所以说在中国人口口相传的过程当中 便有了这样一个美味而又俏皮的名字 一直以来 旅行车在欧洲市场是相当受欢迎的一种车型 不过由于国情不同 加上SUV市场的冲击 旅行车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就有些水土不服了 但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汽车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代步 旅行车开始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要和这台全新的2018奔驰C级旅行版 一起来感受一下旅行的意义 那么首先从前两身来看 它跟标准的最新代的18款C系 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最亮眼的依然是这个大灯总成 每一个灯泡都看起来很高级 这个侧面的车针线条还是跟C系差不多 只不过尾部变得隆起了一些 那这样隆起的一个尾部 也是彰显了它旅行车的一个身份 也是特色的一个wagon的一个车型的设计 旅行车特有的这种专用的行李架 这个行李架 上面可以兼容的东西 那真是太多了 反正咱们这个奔驰C2218款 这个尾部我真的太喜欢了 因为它设计的整体简洁有力 同时真的让你一眼区分 哪个是运动性的男人 哪个是居家男人的车型 然后这个尾部呢 也并没有丧失运动本色 加入了一个非常运动的设计元素 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的尾部扩散器 它能够导流空气 从而让车辆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 更加的稳定舒适具有运动感 作为一个后驱车型来说 配备这样一个尾部扩散器 真的能让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更放心更安全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 2018款C200旅行车的内饰 一注眼的一瞬间 可以看到内饰由三种材质组成 就是木质 皮质 以及金属质感 这三种质感 整体摸上去 手感都是非常的奔驰的 因为很细腻 它采用的塑料组件是非常少的 大部分的这种看起来亮晶晶的 荧光闪闪的 都是金属质感的组件 包括你的车窗升降按钮 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 所有按键的阻尼度 包括它的按键形成 以及触摸上去的手感 和它这种上下都可抬动的设计 都会让你觉得这个车买到手的时候 有那么一点点生活情调在里面 在前排来看 首先是它这个扶手箱的位置 近身的口确实有一些费劲 因为它很小 看似很窄 大概是这么宽的一个距离 但是近身之后 空间是非常大的 目测放三四瓶 咱们这种大瓶的控权水 应该问题都不大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储物箱 就证明了它前排的储物功能是很充足 作为一款旅行车来说 需要长途旅行 驾驶和乘坐的过程当中 座椅它的舒适性以及功能性 就非常的重要了 然后C200旅行车所配备的 这个拉帕头层牛皮的座椅 摸起来柔软 而不失支撑性 同时包裹度两边也是非常好的 我坐在里边不感觉夹 而且还能感觉到 它能固定到了我的身姿 同时前方的两侧 都是六项的电动座椅 加腰部支撑 而且还非常贴心地设计了 长途旅行 为很多长水人士准备的腿托 长时间驾驶它的时候 适应更多体型的人群了 这个中控面板 它首先屏幕确实是有点小 而且它不支持触屏 只能够通过 这个作媒体的调节区域进行调节 当然也是为了驾驶员的安全 然后有两种调节方式 一种是旋钮 然后左右两侧是功能按键 一种则是触控板 跟大家分享 我坐在C200旅行车里的三个点 两个是很喜欢的 一个则是有点遗憾 两个很喜欢的点 一个是咱们仔细观察 它这个车辆很多 包括后侧的旁边的灯 以及前面的读书灯 它的灯的光感很好 而且每一个灯泡设计的 都比较艺术 所以看起来还有格调 第二个则是这是一个眼镜架 它后方还有一个 能同样翻出的按键 是不是特别像导弹发射的按钮 很有紧急气息 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紧急按钮 按下它之后会联络到 奔驰的应急部门 因为防止误操 所以它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操作形式 槽点则是在奔驰C200旅行车的内部 我真的没有找到专门为电话 所设计的放置区域 它无论是首付箱的位置 还是背脱前方的位置 都是可以放 但是并不能专门去放 同时它空桥口位置的设计 也很难让你放置一个电话的支架 所以说在电话的使用过程当中 放到哪里 就是一个C200旅行车 车主需要思考的问题 然后很多人说 如果想要空间大 为什么不买SUV 我要买一个瓦罐车 那么一个瓦罐车 后排有一个非常好的点 就是它的座椅设计的倾斜角度 以及座椅 底下的支出来的座椅的部分 很长 同时角度非常的人性化 很贴合你 躺下的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我躺下的角度 是非常舒适的 而很多的SUV车型 可确实实实达不到 这样的一种舒适的角度 和这样一个乘坐的舒适感 前排座椅的后方 会有两个凹槽 这两个凹槽正好是 可以看到契合我膝盖的位置 无论是我往前一点 还是往后一点 都会留有一个足够的空间 虽然看起来可能 才三指的一个距离 但这三指就已经足够你 有一个活动的区间了 双向都有儿童座椅的接口 所以说坐孩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后排的座椅 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是后驱车型 地台挤狗 这个地台真的可以说是挤狗 所以虽然是五座的设计 但真的好像只能乘坐四个人 这个位置有两个小挂钩的设计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里是挂衣服的 这里是一个独特的阅读灯 但这个挂钩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而且这个挂钩不仅在前面有 在后方后备箱的位置也还会有 那么这四个公用是否一样呢 咱们会打开后备箱的时候 给大家解析一下 然后这里就说一下旅行车 后边加一个箱的优势了 那么在很多人买车的过程当中 自己想放一些 稍微高大一些的物体的时候 会很困难 因为如果买一个两箱车 高度够了 但是近身不够 如果买一个三箱车呢 近身够了 但是高度却又不达标 而旅行车恰恰解决了 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无论是近身还是高度 都能够满足你放 任何你能想到家用的 甚至说包括比如说 花雪用的 钓鱼用的东西 然后除了它的空间宽敞以外 而且这款车还用的是 泄气保用的轮胎 所以说在它的底部 依然是一个储物格 不仅能够分割 同时还可以防潮 然后这个储物格内部 标配的是 很多很多奔驰原厂 与你配备的道具 包括说这个警示符 还有一些急救包 这个急救包就很厉害了 它可以在你自驾游的过程当中 起到一定的应急的作用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网状的一个拉兜 从底下拉到上面之后 可以防止在紧急发生冲撞 或者急刹车的过程当中 一些零散的物品会冲过去 然后打到车内的乘坐人员 同时这个小网兜呢 还带有像咱们安全带的锁纸功能 紧急推 可以听到 还有一个锁纸的力度 在后排座椅的两侧 有两个小按键 这里就是座椅放倒的按钮 一键按下去之后 就直接放倒 非常的方便 现在将这个挂锅挂上之后 大家就知道我刚才所说的 这四个点是做什么的吧 它实际就是为了 这一层防割网去准备的 而且放倒之后 加上防割网的设计 这样能让你在放置 很多大小件行的过程当中 同时不用担心 飞到前排的驾驶员的位置上去 而且有一个 我们的这个网友哈也说过了 说他曾经尝试在这个 C200旅行车里放一个宠物 通过这样一个风格的设计 也可以让宠物更安全地 待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 所变形的第二种形态的 空间容积到底能有多大呢 咱们也是准备了道具哈 那之前准备道具 都是用行李 今天用我 因为这个 咱们的C200旅行版的后备箱 不仅能秒变 座位可以钓鱼 同时可以秒变床 可以关紧 那我 啊 躺进去 可以看到我能够 一米八十多的身高 可以完整地躺在 这样的一个位置 而且脚步 也不会有一点点会 挂在外边 然后我抬头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天窗设计 它本身是一个全景天窗 但是却做了分段式处理 因为这样呢 也可以更好地调整 你支撑链的位置 调整 防止到光线 直射到眼睛里面 你也不用准备枕头 因为它的一个 这物链的位置 真的就可以简单 当一个枕头去用 不行的话 一会儿我先睡一会儿吧 然后咱们再进行 下一个试驾评测 确实把豪华感和舒适感 结合到了一起 想一想 要是能选一个好的天气 开着这样的车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感觉真的是 太美好了 按惯例 看完了这个外观和内饰 咱们应该上到试驾了 相信小伙伴们 一定对这台车的路面表现 是非常期待的 所以呢 今天咱们就不测它了 这什么套路呢 越期待越是不测 我们也不是不想测 2018年的新款 太新了 现在连这牌照 都没来得及上 开着就算违章了 不过呢 您别急 咱们汽车人 从来不让大伙过干眼 下面让车探天号 开上这奔驰C300的旅行车 带大家出去兜一下 在今天的世界环节呢 我们找到了C200旅行车 2018款的老大哥车型 也就是一个2010年的C300的旅行车 那么很多的这个奔驰CG瓦罐车的传统啊 实际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并且都会有所保留 而且2010款的这一代也是曾经的经典车型 很多瓦罐车身上的特点 在它的身上 反而比2018款的现金车型更加的纯粹了 那么首先瓦罐车在欧美的市场来讲 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动力 而这款2010款呢 就是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它用的是3.0的一个V6发动机 动力强劲有力 而现金2018款也是配备了2010T 动力也依然不错 在咱们很多时候了解车辆 都会知道说两项车三项车 是按这个车辆的结构形式 去划分车辆的层级 而旅行车SUV MPV 则是通过公用来划分 旅行车在这些当中 它的公用很纯粹 就是旅行 旅行就要长途驾驶 长途驾驶就要开着坐着都舒服 而咱们这个C210款 咱们坐在这 虽然它已经很古旧了 但是开起来对于小振动的过滤 依然很舒服 同时这个座椅依然非常柔软 然后包裹性很强 能够固定住你自己驾驶的位置 转向也很轻柔 所以说开起来会让你感觉很轻松 同时再加上刚才说到了 舒适的加速感 这样整体会觉得不吵不闹不急躁 但是在你想要去加速的时候 它也同样能给你一个信心 在你想要去紧急并线的时候 它也同样能够给你一个轿车 应该给你的感觉 这就是一个合格的瓦罐车 需要去给你的一些状态了 作为一个瓦罐车型 一定是源于一个轿车的车系 但是跟它同级别的轿车相比 加大的空间同时贯通了 三乡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隔口 这样不仅是能够放更多的东西 做更多的人 而且在你旅行 包括自常使用的过程当中 从后备箱拿取东西 也变得非常方便 不再是在驾驶起来之后 形成了一个相对格局的状态 但是它拥有了这样一个特点 谁很多人问 那实际SUV也可以 但是SUV呢 它却并不能达到一个轿车的舒适感 这点就会让很多愿意 长途驾驶的人 有一些微微的头疼 所以说在选择旅行车的时候 更多人还是出入一个操控的感受 不过相对而言 它拥有了比SUV更好的操控感受 你就不要乞求着它还能拥有这个SUV一样的 比较强力的一个通过性 其实选择这样的一种车型 更多的选择的是一种平静的一种生活 同时能够就仿佛为自己下一段旅程 随时做好的准备 既不影响日常的使用 又能够感觉着可以随时开车出游 这就是大家希望的一种感觉 总体而言 想要成为一辆合格的瓦克车 就要具备以下的几个特点 首先呢 要动力强劲 第二点呢 它的转向要轻柔并且精准 然后它的整体的悬挂 包括你的座椅啊 包括你所有的配置啊 都要以舒适性作为第一前提 这样才能满足长途旅行的需求 同时呢 空间不能说要一定很大 但是要足够用 而且利用率很高 这样你的瓦克车 才能够满足你旅行当中的储物的需求 咱们今天来乘坐的这个C系的旅行车 就可以说是一辆合格的瓦克车 今天呢 咱们也是给大家静态和动态 都去评测了咱们的C200的旅行车 但是在哪能买得到 又有多少钱能够买得下来呢 那么专业的事情 咱们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所以是请到了咱们利新航的销售顾问王清 还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利新航长春经营全系的进口车型和国产车型 包括我们代表我们梅塞德斯奔驰 极致尊享的麦巴赫车型 还有我们代表我们梅塞德斯奔驰 极致驾驭的AMG车型 Smart的全系车型 V级及微停 还有这个G级的车型 我们都有在销售 现在这款车在我们利新航长春的展厅里就可以买得到 指导价格是42万 优惠之后也就30多万 如果做我们奔驰金融的话 日付款不到30元 所以说它的经济压力还没有那么大 往往我们去评测一台车的时候 都是去看它的驾驶有多犀利 驾乘有多么的舒适 它的配置有多么的实用 或者是具有科技感 而我们今天讲的旅行车 则是想要给大家讲的这种生活的情调 那么实际你买了一辆旅行车 并不是像你买了一辆三箱轿车 加了一个行李那么简单 而是多加了一个生活的情调和调剂 所以说很多人去选择旅行车 也是为了能给自己的生活 多一点这种整装出发的心情 所以咱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 都能够在自己选车的时候 找到这样合适自己的车型 欢迎回来呼叫汽车人精彩积蓄 这几年家庭出行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 SUV特别受欢迎 一些物美价廉的小型SUV更是销量攀升 那一气奔腾旗下的X40就是其中之一 下面给大家奉上一段 剑走偏锋另类斗趣的测评 带大家来好好认识一下这台 地产小型SUV 大家好 我就是小伙伴崇拜的老司机 少女新生的小鲜肉 这是点贼多满嘴跑火车的千鸡顶 你顶哥 顶哥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车是这款 放荡不羁爱自由 小小玲珑 看着还挺牛辣 一气奔腾 一气奔腾 X40 Emma 这词谁写 给我嘴都正嫖了 别扯 你那嘴整不整都嫖了 想话少说赶紧看车 奔腾X40 一看数字就知道 肯定会有X80个头了 那不对 看C叔我还没我爸大呢 不遭人比他高一头吗 你咋那么气儿呢 能不能看车 看车 好 我们先看脸 这个前脸可以说线条非常不酷 配上又细又长 鞋背向上的犀利小眼神 下面还加着一道 糊涂优美的喜福线条 宛如一位满脸者子 苦大偷生的智者 正在对你露出迷样微笑 嘿嘿嘿 中间招牌式的一气奔腾标志 就不多说了 咋看都像心扉 不能不再说出 这对炯炯有神的大能 全系标配都是鲁素的 对 骨子不要钱 高配价格才96800 你还要啥自行车啊 再看侧面 这个车身是个亮点 2米6的轴距 在国产小型SUV里 绝对算突出了 若有肉骨的腰线 让身材绑满圆 流畅起伏的车型 让腰身浑然一体 正所谓小腰一身 时尚青春 喜要定一决 风姿绰约 还不说了 养眼 说到这款车的定 车尾 说到车尾 不得不说 显得非常空旷 不对 显得非常省事 也不对 非常非常 非常纯 对 非常纯普 干干净净 一块大板筋呢 除了两边大灯 和中间一个标 啥玩意也没有 怎么的 屁股上的纸 全张脸上了 感觉不在上边 贴两句俏皮话 都对不起 这么大的预留空间 最后再总结一下 整车外形 奔腾X40的外形 小小中通知大气 稳重中 又不失运动感 除了车屁股 就显单调以外 设计感比较丰富 整车看起来 还是相当不错的 以上都是鼎歌的 个人观点 对于车辆外观的评价 向来都是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你们要是有不同意见 可以到呼叫 继承人的微信平台留言 反正看完我也不改 外形到这不多说 下面咱们快上车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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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 这 这 这都啥呀 内社选材有个性 各种塑料 各种硬 上车你就开口 叫全新用包大塑料 不过该说不说呀 全车成本 倒是跟这摆着呢 还是那句话 高配价格才96800 你还要啥自行车 何况塑料和塑料能一样吗 人家这塑料 用的也是诚意满满 出神入化 愣是把硬塑料 做出了软包的杆脚 不服不行啊 材质密度和橙色质感 都相当不错 可谓刚柔并济 别有田地 别看没有仿皮用料高的 但真便宜 不是 但真有豪华感啊 对不对 再说 好钢不得用在刀刃上吗 你看这8英寸的悬浮式 中控瓶 就很有科技感 这也没悬浮啊 那不底下连着呢吗 别总插话行不行 人家就叫悬浮咋 这图标悬浮在屏幕上不行啊 不过该说不说 这中控瓶 大黑鞭子的设计 确实有点像我姥姥用的老人机 那为啥说它有科技感呢 打开孔条 以柜宁打开孔条 哎呀 我踩热了 以柜宁调低弯度 我想吃麻辣糖 为您搜索到 十个麻辣糖的结果 更美好的 就是这个修修大一件约功的 当然 这是鼎哥给他大爱称 人家学名叫 Deep Life 智能互联系统 能够让你在茫茫车海中浪漫泻露 你终于的奔腾车主 试想一下 某一天屏幕上突然闪出一个 让我欲罢不能的头像 我和他相遇在茫茫人海 接着我们相谈圣范相见恨晚 在那个滑灯初上的傍晚 我们相约在浪漫的霓灯下 然后 终于等到你 然后我们就一起撸串 喝啤酒 鸽脸好啊 对瓶吹啊 踩香套子 喊干杯啊 对 没错 我约的是个男的 要不然你以为呢 同一方面 这款X40表现的中规中矩 毕竟人家轴致2米6 加上平整的地台 空间想想也差不到哪去 新款座椅柔软度 比之前又有了很大提升 不过 做点长度确实有点短 腿不支撑 对减不足 尤其像顶哥我 拥有这双傲人的大肠腿 还真的是好烦恼的 同一方面 奔腾X40全系搭载了 最大马力114匹 最大扭矩155牛米的 一点肉身出载机器发动机 并配合5速手动变速箱 以及IC6AT自动变速箱 旋软系统采用 前麦夫逊加后扭力量 时速60以内 动力比较不错 123档切换 也可以纵小丝滑 但超过这个范围 加速多少有点犹豫 油门不会一踩就把钱酸 刹车也不会一踩就杀猛子 动力输出和制动表现 都比较现性 点个赞 旋软方面 智商性有余 但韧性越显不足 翻译成人发就是 矮马 有点硬的 没经过电波路面时 总能让顶哥想起 大年夜里 妈妈亲手剁的饺子馅 不过整车桥就要 在国产小型SUV里 也算得上出列把催 还是那句话 招费价格才96800 你还要啥自行车 总而言之 奔腾X40 较高的性价比和品牌优势 还是给你了足够多的购买礼物 但作为一款 正在不断前进的 国产资助品牌 提升空间也同样巨大 有兴趣的话 就请到4S店 亲自体验一下吧 总而言之 一气奔腾 作为咱们吉林人的 地产汽车 这几年确实是 给咱们创造出了不少 广受欢迎的车款 那X40 作为其中之一 也越来越受到 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那接下来 咱们进入到 拜托老司机的环节 看看今天呢 有哪些小伙伴 提出了选车和用车方面的问题 大家好 我是刘刚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咱们进入到 网友互动的环节当中 咱们来看一下网友 大不列颠说 自己的车是2011款的速腾 前几天油底壳撞凹了 但是没漏油 请问是否需要更换油底壳 如果说呢 这个凹陷的程度 不是很严重的话呢 就没有必要去进行更换 如果说呢 凹陷的比较严重的话 这个是情况而定 来进行选择是否更换了 如果说不更换的话呢 油底壳在底下进行的 这个循环过滤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呢 对于你这个油的这样的过滤 产生影响 产生影响之后 对于你发动机的这样的一个损害 磨损程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这个问题给你回答到这 继续来关注 怪怪发来信息呢 自己有一台02年的自动挡 1.6L的宝来 早上启动的时候 突突两下就熄火 再启动就好了 每天都这样 怎么解决 车型比较老了 最主要的原因呢 90%是在呢 这个朋友嘴上 由于呢 积碳过多 这个时候呢 燃油的这样的一个雾化呢 不是很好 所以呢 会导致这样一个情况的发生 建议你呢 对于你的车辆呢 进行呢 这个除碳的这样的一个保养 还有一个呢 就是对于你更换 朋友嘴 可以呢 进行考虑 胖子说呢 为什么我的前轮骨经常发黑 后轮骨却没有 有什么方法呢 进行避免吗 首先第一点 你的车呢 前轮骨呢 是盘砂的 后轮骨是盘砂 还是骨砂 如果是骨砂的话 那么很明显 前轮骨呢 由于你的砂石片的问题 那前后都是呢 这个叠砂的话 那么你的前轮骨的 这样的一个砂石片 同样问题存在这 在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 由于它掉下来的这个碎屑 导致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使用路面上的 这样的一些灰尘 这样的一个掺入 包括那些油液的 这样的一个建入 时间长了之后的话呢 里面会有很大的一个污渍 建议更换陶瓷砂石片 继续关注加飞猫 斯科达1.4T 开了12000公里 换了发动机突轮轴 行驶3000公里后 发现怠速抖动 从座椅上感觉一颤一颤的 时有时无 感觉很不舒服 电脑查无故障码 请问有可能是 哪里出现了问题 首先呢 这个问题呢 不完全是来自于呢 这个突轮轴 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还有我们车辆呢 在下面使用的过程当中 的击爪垫 这个由于年度比较老 这个要去进行检查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点火系统 这个也要进行一个检查 包括你的喷油的时间 这个都是呢 导致这样的一个故障的发生 再来关注 要么瘦要么吃 伊兰特分钢线和图胜的分钢线 是否通用 对车辆的寿命 是否有影响 很多车主呢 大家都认为 同样的一款发动机 或者说呢 同样的一个这个车型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这个分钢线里面 一些零部件 可以进行通用 但是我们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车辆 在使用这个数据的 转换这个数据流的过程当中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有的车 过来的电是0.2V 那么可能我们的车呢 有的这个SUV的车型 过来的浮数就大一点 0.45V 或者说呢 能达到11V 12V 当然根据不同的车是定 所以说它俩进行通用的话 好像不大可能 好 咱们接下来呢 继续来关注 飘落的雪花 发来信息 老师您好 本田宾制1.5手动 和现代IS-35手动 2.0每个值得入手 家用 咱们对于呢 两台车呢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还是建议你呢 去考虑一下呢 这个本田的这个宾制车型 因为在后期 使用的过程当中 它要比IS-35的车型呢 故障率呢 相对来说要小一些 性能上的表现呢 也会更加优秀 还有呢 它的后期的一个保值 IS-35呢 在后期使用的过程当中 随着呢 这个年限的增长 公里数的这个增加 日后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会发现的这种车呢 日后的异响比较多 而且呢 这种异响呢 都是呢 我们不能够呢 通过人为干预 来进行解决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在同样的 这样的一个 运动的 运行的过程当中 它给我们带来的 这样的一个动力性能 并不比1.5的这个 宾质要强多少 所以建议你 在后期的这样的一个 保值率程度上 也要考虑 建议你考虑 入手本田宾质的1.5L 继续的来关注 这里呢 有一位朋友呢 叫雪顶咖啡狂想曲 他说你好 买第一台车 有两款车考虑 V的VV5的旗舰板 还有阿特兹的科技板 现在犹豫 不知道哪个好 从后期以及可靠性方面来讲 如果说呢 按照你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呢 两个车型 首先呢 从外观上来看的话 颜值度都是够的 都很高 尤其是V 看起来呢 更加的另类 而且呢 现在来看的话呢 V的这样的一个宣传 也是在呢 这个大家的这样的一个 风口浪江的这样的一个口碑上 大家对于它呢 观众程度非常高 但是呢 从后期来讲的话 从你的这个 可靠性能方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呢 还是阿特兹 相对来说要比V更靠谱一些 因为呢 我们在使用V的过程当中 后期啊 包括我们的变速箱方面 包括呢 车辆呢 在这种高岗向坡的 高岗下坡的这种道路情况下 V的表现 并没有呢 这个很好 那么在同样的公路上 在铺装路面上 来进行行驶的话 它的动力性能 以及操控性 又不敢呢 阿特兹来的呢 这么强悍 阿特兹呢 在后期使用的过程当中 可能油耗呢 表现的并不是很经济 但是相比较 你的要求来讲 我觉得阿特兹 更适合你 提醒咱们电视机前的小伙伴 如果您在选车 和用车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任何的问题 您都可以扫码关注 我们呼叫汽车人的 微信公众平台 把您的问题提出来 我们汽车人专家团会 随时为您打一解惑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广告回来 继续呼叫汽车人 欢迎回来 接下来看看 今天车友有哪些留言 呼叫汽车人 发现你们节目的 车探老徐 专门换穿各种 身前卑衣的迷彩裤处径 他是有多喜欢 迷彩样式的铺子 错 老徐的确是喜欢穿迷彩裤 但是他并没有换穿 各种深浅不一的迷彩裤 我们节目刚才播的时候 他穿的是一条浅色的迷彩裤 然后呢 节目每播出一次 这裤子颜色就加深了那么一点 这之间颜色 还自己不断地加深 现在明白了吧 呼叫汽车人 给你们节目留言好几次了 都没有得到美女主播的回复 这次要是再不理我 以后拒绝收看你们节目 说到做到 这位朋友你要明白 这次我回复你的留言 并不是因为你拿这个 看不看节目的事来威胁我 而是因为呢 我要让所有其他收看 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美女主播 好了 以上就是今晚呼叫汽车人的 全部内容 别忘了明天晚上这个点儿 咱们继续呼叫汽车人